那个我们私底下其实开会的时候经常就拿一队举例子 嗯 实话实说 尤其是在这个封箱的时候 咱不能说没有什么这个别出新台的新节目 但人家相声上面都是别出新台的节目 咱就在这个边边拉拉的那个都不一定界定成是相声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一队的这个封箱节目 最深的也是八战平的最好的 方言版的八战两八方真的很好 除了像我们别的不会干 这个并不是拿这个值得骄傲 其实应该会一些这些东西 我们都太保守了 这现在是我们的缺点 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呀 孩子们小孩们也跟着学习这些个就是这种思想 他那意思就是每个队的这个队长什么样是比这孩子什么样 其实我就想说你看六队吧 轮那一队 原来在我们队的时候咱一块碰见的时候 什么九南啊九海啊 其实那活不像现在这样 现在全走去了 是这意思 对对对对 因为他们看的多呀 每天潜移默化都在一起 有好多人受到了 受到了我演出的风格的影响 其实九西就得算一个 我真不是哥 只是我们都出自东北 因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可能我接触 像说咱们都喜欢东北话 我记得咱们有一次在天天前后 咱俩咱俩俩还说过 你还问我呢 九西你也喜欢二十转啊 我还说我平时特别喜欢小曲小调 你俩出去单开房单唱二十转 小曲小调啥的 然后咱们就聊这事儿 后来我就发现 因为可能本身气质或者说这方面接触的多 有些东西比较雷同 所以我在上活和刚开始接触业务的时候 我发誓我从来没看过那活 不是因为看完之后会更像 他说这道对 他说这道对 就比方说我刚开始学的时候 我看岳哥的活 我老潜移默化地学他的东西 后来我就真的不敢看他的活了 就不敢看了 我一看就一看对演出的时候 脑子自然就弹出这个了 就尽量避免 那会儿跟舞队神 有时候看孟哥前后场的时候 孟哥那会儿台上那种眼睛特别大的状态 就是台上我也不自觉的 所以就自己试那项 试完之后自己跟台上都懂得好 像孟和唐啊 那边我评论孟和唐就是面瘫子向上演员 台上演出这表情定直 调皮起眼 眼睛疼 大家站边都憋不住都得享乐 我就怕孟哥在台上使使 这项子那皮裂开了 我这看孟哥那活 灵灯谱 架着一只鹰 什么鹰 苍鹰 苍鹰 是否我这我乐的不行 苍鹰 那会儿我就有这自信 我就觉得这能逼下去 我这项子 这股掌那个 我这一个表情一直不动 肯定大家伙能给我掌声 是这不动 不动不动 就能出泡吧 我有这自信 因为找着了 找着这点 这就是咱们完 我就是跟你们理论完全不一样 中国理论也完全不一样 不就那会儿嘛 我现在我就收了 一楼票松弛了 小时候我们接触到的这个理念就是 这个相好不能老使 就是你再好的这个表情呢 你也不能老用 不值钱了 没法放电台里 你看电台很少放火 他不知道观众为什么笑 没出玩意 咱做个小游戏怎么样 这游戏特别有意思 这所有人说一件 你认为其他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就是怎么玩呢 伸出五个手指来 伸出五个手指 比如说我说 我蹦过急 都蹦过 有没蹦过的 有蹦过 没蹦过的扣下一个 谁这五个手指没了 谁就输了 谁要输了 谁要输了 就得一下干一杯 好不好 来我先说一个 我吃过狗粮 你们没吃过吧 我吃过 我也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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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尝了一回 这会在大院不都尝过狗粮吗 咱们德学社怎么都吃过狗粮 好奇嘛 靠一靠一靠一靠知道 我以为大家伙都不爱吃这东西了 我没想到大家伙这么爱吃这东西 想想不到 好下一个 我过年时候把自己家房子点了 我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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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扣一个 别太糊的出去了 就是粉笔 黑板写的粉笔 你只要把这粉笔掏空了 里边盖上蜡 这个东西能着 我觉得这个太神奇了 我就拿这个在我家屋里 这点下 那点下 就把这房子顶着了 然后我妈还不知道 我妈在外面做饭呢 一会儿邻居来了 你家房子着了 一看都着了 赶紧救火 我也点过 但是不是过年点的 不是过年点的 我也点过了 那就这么着吧 您那个题目究竟还算什么呢 我把自己家房子点着过 有过没有 那我有 那我有过 我没有 我扣一个 学校宿舍算吗 家 宿舍就是我家 还住那呢 行了 那你这也不成立了 你这也得捡一个 这不捡了一个了吗 那我说一个吧 我给师傅开过车 那我也给师傅开过车 那我也给师傅开过车 你我也扣啊 我拉过顺风车 真的 真的 又何可了不起 顺风招我没开过 我没开过 我扣一个 你开过吗 我开过 你迫于什么生活压力 去开着顺风车 实在是大家太没事干了 我拿牙咬过一拉罐 我也咬过 我也咬过 我也咬开了 这觉着我咬过 我不咬 就把盖咬开了吗 兄弟自打你会 我也会了 你们才行啊 不是把盖但是就是咬呲出来了 我都咬出来 不是咬呲开 揉起来了整个 我跟你说 我咬这你说为什么 就因为你 我看完你咬那个 我说这个难吗 然后我回家之后就自己 挺简单的 我自己咬了一圈 我也一样啊 我说一个 去医院体检抽血 给我抽哭了 他够数了 成年以后 他也够数了 我也哭 你也哭 我也哭 那你得干一杯了吧 你没了是吧 你别对着别糊弄我啊 完了 好 得上个环境还没机会 再玩一轮 再来吧 再来吧 来 我参加过美术的全国联考 这哥哥我必须我得来一个 我没有了 我也没参加过啊 这个 那你不用来了 自考的时候确实考过这画画 没上过清华大学 我没上过清华大学 我上的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自考 好 好 能跟您考那年那会儿还没鬼星华 好 龟了 这龟了 都几个了 我一个了 我一个了 我没有 他干嘛呢 您这个 反多标呢 您这个 我这大目哥这是太累了 我拿他歇会儿成不成 还真硬气 大目哥今天没少跳水 大目哥今天跳水了 我说一个啊 在一个特别繁华的十字路口 就相当于就是像北京的王府井是吧 前面大街的十字路口 然后我掉到那个马葫芦盖里 马葫芦盖 就是那个啊 一个井盖 我掉里边去了 当时众鬼鬼我跟哥们逛街 结果那井盘一踩一下翻 我就掉去了 然后我哥们回头人没了 然后我一看我在里边笑的都不行了 玩人围一圈 那就是玩这跳水 你那不应该害怕 哈哈哈哈 最巧妙的是啊 那个那个盖翻进去了吧 我一腿下下来 要拔 那腿就给我卡那了 那些葫芦盖都给我卡那出不出不来 然后就 他笑的都差气了 发生别人过来来救我 哈哈哈哈 他说你朋友没救你 我朋友都笑的不行 笑差气了 觉得太可乐了 一个人的这么多人 那么繁华的地方 他掉到那个井盖里去了 就做就是这个事 我觉得估计你们可能没有发生过 那我们扣了 我可以扣了 这个扣了 扣了扣了 我差点啊 憋死在延安高架上 什么叫憋死呀 到肚子憋死呀 就差点没憋死在哪 你要说延安高架 我是没上去过的 还必须得延安高架 你们说在高速上 对有没有那什么 非得延安高架 行我 我出一个行吧 过去了 你赶紧坐了 我赔过床 你们赔过吗 我扣一个就完了 我在类似于三里屯这种繁华程度的街道 在让人扒裤子扒得一丝不挂 一丝不挂 对 这人叫羊九郎 我们那时候小时候老逗 因为那时候岁数都小 走三里屯 那儿有一喷泉广场 你们可以看看 怎么你光屁股跑到广场玩去了 我是穿着裤子去的 多新鲜 我在喷泉那儿玩了一会儿 他后边扑了一下 我就改光屁股了 你喷泉还滋着水 就是这种 我估计你都没有遭遇过 因为确实太丢人了 这我没有过 我够了 我够了 我喝一个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谢谢大家